清晨一大早 蓝色车体的首都之星 已经在宜兰各个车站 准备搭载北上的乡亲 赶来车站的民众 拿着号码牌排队上车 首都客运有多便利 来听听天天在台北东区 上班的黄小姐怎么说 因为我在台北工作 所以我必须每天宜兰台北来回 那以前没有首都客运的时候 都要搭火车很麻烦 那搭火车都要两个多小时 尤其是到了我工作的地方 那很不方便 那自从有首都之后 就是我每天搭 到市政府捷运站那边 只要40分钟到50分钟 所以这方便性是非常大 那而且它的班次很多 那大概都是10到15分钟就一班 所以也不会说等车等得很久这样子 乘客口中的台北市府转运站刚刚启动 这里一连开了12到16 总共5个出入口 提供给首都客运搭载往返台北与宜兰的旅客 首都之星客服人员在这里提供了几项贴心的服务 民众在后车时会有亲切的服务人员递上湿纸巾 与杯水减缺缺赶车的紧张情绪 直到宜兰长下雨 首都之星市府转运站人员还会提供爱心雨伞 让旅客方便在各站使用 最重要的是搭乘首都之星来到台北市府转运站 站内四通八达的便利公共运输工具 是最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接驳的车主飞火很多 可以到达中南部 甚至我们旁边就是桃远国际机场 再过去就是可以到达桃远 或者是最远到台南 甚至到台中都有 我们到捷运45转运站是2号出口 那2号出口等于是在捷运的旁边而已 所以说转到捷运很方便 我们到捷运这条是板南线的 往东的话是南港 往西的话就是台北火车站板桥方面 台北火车站的话10分钟就到 板桥到22分钟就到板桥 很方便啊 因为我一下车就可以坐捷运 那市府转运站它现在 因为它整个转运站是室内的 那也不会像之前这样子 就是有时候下雨天很不方便很麻烦 对而且它规划的很好 那里面的话如果说等车的时间比较久 还可以去买个东西这样子 所以是方便性还蛮方便民众的 首都客运在台北市府转运站 第12到13购票口也配置了服务人员 凡是有购票与咨询的需求 这里的柜台人员都会提供丰富的资讯 重要的是搭首都之心来去宜兰 或者是搭首都之心从宜兰来到首都 首都之心实现台北宜兰一小时生活圈的范畴 也让台北更亲近 让宜兰相亲就甘心 学学新闻吴玉如賴志沁 宜兰台北采访报道